大家好,我是Chisha,歡迎收聽安博足球快訊 星期三凌晨,蘇格蘭將與英格蘭展開國際友誼賽 比賽場地將會在蘇格蘭進行 雖然蘇格蘭近期勢頭空猛 但近年面對英格蘭難有優勢可演 而且英格蘭陣容明顯更加強,所以今將蘇格蘭不宜高估 從世界排名上升的趨勢就可以得知 近年蘇格蘭的實力有所提升 而今期球員名單中,多數球員都精戰英格蘭聯賽 能得出手的就有麥湯米利、安祖羅伯神以及比利、基摩亞等人 但他們對比英格蘭來說,他們效力豪門的球員就少得多 足以反映出球員個人能力都在英格蘭面前落雨下風 而在當前進行的歐國般外圍賽當中 身處A組的蘇格蘭以五戰全勝,排名小組第一 不出意外的話,他們將會出現在明年的歐國杯比賽上 麥湯米利就是在這項賽事當中表現最出色的最大功臣之一 他當中入了六球,在賽事射手榜上位居前列 這位效力曼聯的中場球員必然對金將對手非常熟悉 但另一方面亦預視著他的特點亦會被英格蘭球員熟知 上屆歐國杯蘇格蘭與英格蘭在分組賽就相遇 當時兩隊正面交鋒,打獲收場 但蘇格蘭分組賽就出局,英格蘭就能進入決賽 兩隊實力差距明顯,有見及此蘇格蘭金獎都難記口望 至於2018年開始,英格蘭就在世界排名中沒有跌出前五位 因為他們最近三屆大賽,包括2018、2022世界杯以及2020歐國杯裏表現出色 尤其在上屆歐國杯亦一度入到決賽 只可惜最終十二碼大戰不敵對手 可以肯定的是即將來到的歐國杯,英格蘭將會繼續衝擊冠軍榮宇 球隊成績好最基本的原因就是因為他們陣容班底紅厚 留意今期英格蘭的名單裡,除了今下遠走沙地阿拉伯的軒達神之外 其餘球員都效力在四大聯賽 而且坐擁三位過億球員,包括卡尼、比林涵、賴斯 而這些球員可以體現出球隊的水平非常之高 最重要的是這三位過億球員最近狀態出色 卡尼得甲三場比賽入三球 上將面對烏克蘭也能夠貢獻助攻 而賴斯方面,上輪英超入球也幫助阿仙奴絕殺萬聯 比林涵就連續在四輪西甲當中有波入 多次玩夠球隊在水深火熱之中 至於最近進行的歐國杯外圍賽 英格蘭也贏了四場和一場,保持不敗 慧烈小組第一,期間更攻入十六球 只失兩球這個攻防演出 免對實力不及自己的蘇格蘭,英格蘭贏球應該不成問題 喜歡這條片的話,記得按LIKE 以及訂閱我們的頻道 再分享給你的朋友觀看 我們下條片再見,BYE BYE